本集結束 第3月結束 大家好,我是Snakey和師傅 3.18,守望號令中其中一個新增的限定聯盟機制就是V Combinator 重組裝置,又是一個改變遊戲機制 單面戒指兩個攻擊球,兩隻手指加上四個 配合天虎各樣,15個藍波波不是夢 上季去Elden Ring之前也答應了觀眾朋友們要做BV飛引風暴系列 所以有時候做人很多事都猜不到 上季玩不到的東西,今季反而有新驚喜 很多事都猜不到,所以大家真的不要那麼容易放棄 賭啦 這條影片將會包括標準配置實機的示範 足夠爽快拆T16的地圖 同時有30個波 15個藍波,15個六波的五玉地圖示範 同樣地本流派已經完成遊戲內重要內容 包括普通版的所有同級五王挑戰賽 可惜機體的防禦面是極差的 攻擊力又微度加 所以以目前機體能力值是做不到Uber的頭目 Anyway,希望可以幫到對爽快爆炸刷圖代表的非隱風暴有興趣的朋友們 事不宜遲,我們立即進入地圖Showcase部分 今次Showcase將會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標準配置,不只有10個藍波波 空甲方面是Carcache 致命肢體增加範圍效果 兩隻戒指純粹補礦補問,完全沒有特別 頸鏈因為我們沒有獲得狂路甲的空甲 取而代之就是隨便找一條查了魅力 增加魔力保留的油之後 以及敏捷頸鏈以確定可以開啟相關的光環 頭就用上冰點頭加一藍波波 以及附近減九冰礦 手套就是今季特別版 轉兵手套加冰門增傷 其實都不便宜了 不過就沒有用上相關的對珠、獵手、加二部擊球、加二部擊球的頭等等 拆圖就會配合求之得熱情 我們正式進入地圖 BRADE FURRY BV 飛引風暴 師傅其實都玩過幾個版本 有當年又便宜又硬但沒力的3.10油獎的轉火版本 也有當年魔力飲水流的3.12 Part Finder 追獵的電箱版本 亦都有已成絕響的自咒BV 3.13 BV 爽拆五玉圖的版本 各個版本都是建立於3.14之前BV被削弱的 削弱了之後就沒有再玩過BV了 今次玩BV主要是為了找數 因為上季有觀眾朋友們到來點名流派 同時有工會朋友們在玩 就可以借標玩遊戲資源重用真的很厲害 為什麼要說這麼多廢話呢 事關這個版本的BING BV 其實運作原理是非常簡單的 兩把Foy Battery 潛能魔棒配合10個最大攻擊球 再配合物理傳轉冰箱 利用被術史的冰箱加成以及爆炸效果作為清塗及輸出的手段 原則上BING BV 它沒有一個所謂特別的機制 純粹是一堆合式的裝備配合一堆增傷的星團 以及無限的傳送門作為防禦手段的一部打桃機器 始終以目前遊戲、生態及天賦樹來說 你要做到一個預算版本 平價起手的BV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你要做到以前走過去一轉又死 同時有一定防禦面的Bate Vortex 都是那句不是不行的 這個價錢就真的不行了 標配版本上只有10個攻擊球 原則上跟普遍的BING BV大同小異 致命姿體配合秘術師詛咒爆炸效果 刷圖上能輕鬆勝任普通T16地圖 待會的五玉示範會有其中裝備上的分別講解 然後我們去到打王部分 只需要確保我們有足夠的攻擊球發揮機體的最大輸出 放好奧術落印提供印記以及相關的真相 開好藥水專心回避即可擊敗征服者簡單直接 但是我也不會騙大家的 因為你只要中一招你就馬上死了 因為我們是沒有任何防禦機制的 水貨來而已 將就一下咯 接下來將會是一個簡短的五玉示範 因為上條影片已經有特別廣告 所以我們不再重複獵手的部分 裝備上的變根主要是來自用上元素斯的對珠 毀滅之心 增加對傳奇怪的輸出 以及清徒時候大量的範圍效果 後部以及兩隻戒指均為雙部擊球戒指 空甲用上爆炸甲 以及擊中獲得狂怒球 配合鑽球鏈激情之章 機體能夠同時擁有15火的暴擊球 以及15火的狂怒球 30球的畫面的確夠治癒 地圖方面我們就不作詳細解釋 主要都是高書昌向的機體配合獵手 獲得大量的防禦面效果 等機體可以在接近零防禦之下 仍然有一定的防禦面對抗五玉的難度 基本上起機之後一直掃場 就能夠平均到達30層以上的增益效果 機體已經有足夠防禦面可以亂行 速度夠快以及怪量夠多的雪花 可以到達50層以上的增益效果 其實長期維持約30至40層 其實已經足夠爽拆五玉地圖 與坊間一般主推光環效果有所不同 本版本純粹為青塗而活 裝備配合爆炸甲、冰節 以及秘術師的詛咒爆炸效果 開創出極大範圍的爆炸畫面 高移速配合機動性 整體來說拆圖更為爽快 配上晚攻流順鞋增加相關移速 令整體的清塗能力十分出色 獵手增加機體穩定性 在對付高壓地圖時有更好的表現 所以綜合來說 這個冰BV機體是能夠做到一般打圖 同時又可以對抗高壓地圖 亦都有一定程度的對王能力 最大的問題就是回到最大的問題 至今不足、起手困難 POE真是很現實的 大家好,又到了解說部分 首先感謝工會的朋友SamSam 提供相關的裝備給師傅爽玩一個星期 始終是跑跑流著有這麼大的爆炸效果 整件事是爽快的 之後亦都很久沒打過五玉圖 開心的 但是五玉圖這些真的打過就算了 即是打某個程度就算了 不要打太多 長期的休閉空間 那個人真的會瘋的 但anyway我們正式進入我們這個解說部分 電話響我們先不要理會他 我們開始了 這個流派的剛剛示範了這個標準配置 以及剛剛的高配版本 但其實標準配置都不是十分之便宜的 畢竟我們除了裝備上不同之外 就算我們剛剛沒有對珠 但是我們也有佛雪 亦都會有相關的中型星團 或者小型星團 你是需要拿回天賦點來開相關的光環 詳情可以看回文字寶原 我們會有詳細的講解 需要多少光環的魔力保留才能做到相關效果 所以這裡就不詳述了 但是總括來說就是 無論是標準配置還是高配 整個造價都是不低的 標準配置絕對不是低造價 只是入場門檻比較簡單而已 你需要一件六年的卡卡絲 致命之體 例如範圍衣、戒指、皮帶各樣 你是可以輕鬆一點 但是你輕鬆得來的頭部 你又要做好一點 因為你缺乏相關的暴擊球 同時你又可能需要手套上 都要再整整 鞋子上也要有相關的流訊 或者是晚攻 你試試相關的速度 雖然這一堆的鞋子上的持續 就跟傷害沒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也是療性於無 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其實標準配置絕對不是低造價的配置 只不過是比你容易起手而已 千萬不要有這個誤解 這個就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跟大家示範一下 怎樣做這隻手套 這隻手套其實可以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今季獨有的這個合成器 就可以做一個相關的合成 我們先面對阿俠一次 就看到左邊的就是有這個轉箱 右邊的就是有這個冰門真箱 其他就不要管了 直接按進去 我們就中了這一條轉箱 OK 這樣就是這麼簡單 就可以正在手套 那就真的好了 不用我錄多一次 因為我在想如果可以錄 的後來不把令的情況抓容 應該怎樣做呢 另外有相關要求的程序 就是有這個兵門 再加一個轉箱 以及這樣 然後要經常玩這個藍色的圖珠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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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a 然後我們在藍色按鈕這裡需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需要打它有這個轉傷的效果 這一點是非常浪費時間和運氣的 但是沒有辦法,這一點是怎樣都要做的 你可以選擇點這個T3 因為我們只需要T3,我們只需要轉傷就是轉25%的傷害 FIRE即是不中,但證明這條刺是存在的 就是用T3就可以做到25,然後我們用Config將它升上,就可以變成25 就可以完整,上面持續25,下面35,加上60 再配合我們的天賦部分,專精部分就有100%的轉傷 這個做法就是這樣 這是第一個方法可以做 我試一下看看用這幾十個能否刺到,就剛好刺到 然後大家看到會有兩條持續 上面有一條紅色的,下面有一條藍色的 然後我們可以用Ord of Config按下去 它將會在上面兩條持續裡面,隨機抽一條出來加1Tier 同時就會將另外一條減1Tier 我們理想動作就是按進去,然後變成25 這個物理轉冰箱的 Physical Damage Conferred to Code Damage 我們試一下可以不可以 完成 就是這樣簡單而已 然後呢,因為我們在紅色那裡沒有了,然後我們可以補一條紅色 那你在紅色那裡中了 那就搞定了 那對手套就搞定了 這些基本配置的手套就可以這樣做出來 但是這個是純運氣的做法 因為大家看到只不過是將兩對手套合在一起,就當作是就算了 一次過弄好了,弄得我沒什麼說 那你如果上面是35,如果上面是T635 再加下面25,你也可以做到這個轉箱 轉箱最主要就是將物理轉箱全轉成冰箱 倘若你是沒有相關的資源,譬如你未必夠那麼多的Currency做這個動作的話 你也可以用看守者之眼的 那詳情的部分就可以在文字翻譯上看 但是,起碼我們眼前已經做到一對出來 就證明這個方法是可以做到的 對了,那我稍後再加上紅色上去 即是稍後再加上Unnerve上去 Unnerve應該是叫膽怯還是威嚇 我忘記了了 但是為了節目效果,我把我準備好的手套都合起來先啦 看看出什麼好東西啦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條詞序 寫著Trozen,就是這個物理轉兵箱 下面就是這個手套就會有這個 冰魂效果,就是冰魂增箱 大家可以看到我沒有稿了,好嘞嘞嘞 我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但anyway,我希望你們看得懂 那我就再合一次吧 這些東西上面那條詞就選中了 那然後呢 是什麼都沒有了 那大家看到本身是有兩條詞序 大家看到突然沒有了 那其實這一隊的手套真的是幸運 其實是有機會不中,或者有機會不中也挺大的 中間當然有些合成器的方法 你可以將某些詞序洗走 將會提高了他獲得的詞序的機會 那但是如果只是進入一些比較簡單的手的時候 就不需要做太多的準備功夫 畢竟我們的目標都不是要 做些什麼 那就不要緊啦 那就失敗了就沒辦法了 那所以大家看到剛剛那個做法 最幸運成功了 而中間也看到一個可以運用這個上面的T6 就35%轉傷 再加下面25%就可以變成60 再加天賦都可以運行到的 所以方法和示範都要給大家了 那就大家努力一點了 那這次的解說部分就到此為止了 大致上就是差不多了 詳盛的文字寶原將會提供天賦 Basepin 技能令以及裝備的選擇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去到網路看看相關資料了 Cutus Brave Fortress Space 術師 冰冷 非隱風暴評分就餘下了 選擇方面會有8分 雖然機體可以打出不錯傷害 但非隱風暴傷害和主流大力的流派相比 實際傷害完全依賴裝備 而且放棄多一詛咒以及光環效果等等 傷害向持續突天賦 並不能夠清上暴力 只有8分 生存方面只有4分 如影片前方提及一樣 冰BV的唯一防禦機制 就是傳送門以及高度的兵門效果 之外是完全肉眼迴避 可以大膽地說 唯一的防禦面就是球之的熱情或獵手 所以打王部分是吃力的 所以只有4分 速度方面會有10分 足夠的移速配合極大範圍的 詛咒冰節爆炸效果 裝備只要達標的說話 就可以極速完成地圖 漏怪情況甚少出現 完美體現出10分清徒速度應有的表現 跑跑流清徒好幫手 造價方面只有3分 由於機體發揮水平 完全依賴裝備配置 流派上並沒有任何所謂的 Mine Maxing發揮空間 只有就是你夠不夠淺 夠不夠靚裝 機體性能完全依賴 有沒有更多傷害 詞序能夠對砌機體提高水準 而且基本上它是沒有成長曲線的 因為綁定部分貴價裝備 並沒有可能可以便宜地玩 不齊裝的說話 簡直是運行不能 紅塗紙薄 所以造價和CP值上 真是一般 3分啦 綜合評分是6加1 畫面向極速爽快刷圖流派 如果純粹以CP值來計算的說話 其實流派的分數會更低 但如果我們包含爽快速度傷害來說 冰冷飛引風暴帶來畫面效果 以及治癒程度的確是極高 而且某程度上能夠運用到 今季特別的雙部擊球戒指來玩 30個球是很興奮的 不過平心而論 如果計算上造價以及成效 這樣玩一對雙部擊球戒指絕對是浪費的 CP值是甚低的 所以其實如果不是對BV特別有興趣 而且資金方面比較充裕的朋友們 入坑玩BV前就真的要三思了 因為真的貴得來 其實它不怕 但是它很爽 爆炸這家東西真的會上癮 好啦 那這段影片就到此為止 再一次感謝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們下條影片見 如果你覺得這條影片有幫到你的說話 請記得訂閱何師傅的YouTube Channel Facebook Page IG 以及Twitch 謝謝收看 謝謝你 再見 諸位